爭議也許會遲到 但永遠不會缺席 大家好 我是小Z 你的第一次發生在幾歲呢 現在男女首次性行為的平均年齡越來越低 但在台灣刑法上 對未成年性自主權的保護 還是有相關嚴格規定 即便是兩人合一性交 也是處罰 而且還是公訴罪 即便民視和解 也會被起訴判刑 今天要講的案件 跟這個法律常識息息相關 接著跟著老Z 帶您抽絲剝繭 吉安鄉水源大橋 經見兩具女裸屍 多出瘀青 頸部勒痕 全身只穿三角褲 前景香葉連續誤判 身份 年齡全烏龍 兩女遭涉局虐死 幕後真凶 震惊社會 到底怎麼回事 來看這起花蓮裸女 雙屍殘案 時間回到2005年12月11日 地點在花蓮縣吉安鄉 水源大橋 一到清早有民眾運動經過的時候 赫然發現橋下的石堆中 有一個女人全身赤裸 躺在橋底下動也不動 她好奇靠近一看 嚇得倒退散步 趕緊通報警方封鎖現場 因為她已經明顯沒有 生命跡象 水源大橋的橋墩旁 警方拉起長長封鎖線 一具氣絕多時的半裸女師 就躺在不滿石塊的干涸膝床 頭腳都是傷 研判不是第一現場 她現在有穿衣服嗎 幾月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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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五歲了 二十五歲差不多啦 二十五歲跟三十歲 這才比較多 一千五歲是沒有 這裡有啦 這裡五千五千 五千三歲嗎 沒有 只剩下三個口 警方匯同法醫在現場勘驗 死者是一名年約二十歲的 泰雅族女性 全身只穿著內褲 頸部有明顯勒痕 後腦和雙腳流入血跡 警方初步研判 與此誠實的地點 不是第一現場 後腦勺也流血 還有脖子這裡 也是流血 雙腳 警方動員大批員警 在現場擴大搜索 沒想到更令人震驚的是 在一百公尺外 又發現另一具赤裸的女師 警方勘驗屍體後 初步研判兩位死者 都是死後最喬 那麼第一劑的 屍體的特徵 它左邊的眉毛 大概它也太有溫眉 第一劑也比較瘦 那麼身高應該大概在 163左右 葉劇是身體比較微胖 它左上角有一顆黑紙 鄰近的吉安鄉居然爆發連續殺人案 震驚社會 而兩名死者都是泰雅族女性 雖然全身衣物被脫光 驗屍並沒有發現遭人性侵的跡象 顯然休閒很狡猾 想要誤導警方 不過的確眼前出現最大的難關 這兩名死者究竟是誰 經過法醫相驗 確定兩人被發現時 死亡時間都超過12小時 應該是在11號凌晨遇害 生前沒有遭到性侵害 而這座橋只有水源村民進出 警方認為嫌犯有地緣關係 沒有穿我來看不是 穿我來說有人失蹤 就是水源的 這幾個好像不是我們水源的 第一名女子身穿透明緊身四角內褲 紅白橘相間的條紋短襪 左手腕三個黑色手圈 吳明池有一枚黑色戒指 頸部還戴著一枚黑色的新型項鍊 另一名女子年月25 身高155 身材尾胖 只穿一條印有虎頭圖案的 黑色四角內褲 左嘴唇上方有一顆黑紙 找了半天居然沒有任何人 對他們的衣著樣貌有印象 警方還到人潮聚集的 卡拉OK店打聽消息 不過選手是誰至今沒有線索 讓距離氣勢定點 只有300公尺的慈激技術學院學生 人心惶惶 怎麼保護自己 結伴同行 結伴同行 往上不要出來 往上盡量少出門 花蓮警方原本初步研判 死者應該是20到25歲的 特種行業女子 其中一人體重重達70公斤 還被警方懷疑可能生過孩子 沒想到第二天晚上 死者身份就獲得確認 兩個人都還只是國中生的年紀 花蓮警察被狠狠打臉 甚至還被砲轟 沒什麼半重案的經驗 案情出現突破是因為警方 將死者的照片分送派出所 有員警眼尖發現查髒車時 曾經見過死者坐在機車後座 警方以車追人 發現機車是一名國中學生所有 鎖定被害女子是國中中錯身 因為圍胖 圍胖看起來好像是 大概有20歲以上的那個外貌 搞錯了年紀一叉叉了十多歲 結果偵辦的方向全錯了 警方派出大批警力全面清查少女 去過的地方 就連業者也覺得警方錯得很離譜 年紀那個看那個臉像 本來就是 他來問的時候也是想說 那二三十歲啊 我們說你看那個 你看那個臉根本就不像 不像啊 然後未成年咧 要蓋航 要蓋航 外觀常常因為情況 昆蟲 天氣 腐敗 影響到一定要有科學的檢驗以後 再進一步的比對 他也許就是沒有等到這個物證 結果就表示了意見 死者特徵叛讀出現這麼大落差 花蓮警方臉上無光 而當中認出屍體最大的關鍵 就是警方從找到的襪子研判 這應該是學生才會穿的格子襪 進而往下打聽年輕的失蹤少女 一名誠心少女的父親 才認出了失蹤多日的女兒 原來遇害兩人是學姐學妹的關係 感情非常要好 卻是一起翹課 鬼混 泡網咖 就會他們究竟惹到誰了 你有去指認嗎 我早家在家裡要去指認這裡 你去老婆婆嗎 你有去指認嗎 這是不是同學 不知道 不知道 一百百塊就對了 老公子是誰 不知道 是裝作還是畢業 裝作 裝作 那平常都沒在家 平常沒在家 很少會 在外面有做什麼樣的工作 她媽媽都不知道 連她媽媽也不知道 都都亂跑 死者根本不是什麼 特種營業場所的女子 而是才13歲的 理性國中女學生 和她16歲的學姐 陳姓女學生 兩個人平常就是玩在一起的 好姐妹 三天兩頭 翹家翹客 讓學校很頭大 就是禮拜五以上 他們老是還跟學生聯絡 還教待她說 因為她知道她是屬於 比較有一些狀況 假日都會亂跑 他們導師還聯絡她 提醒她說 要正常來上課 不要亂跑 她對老師都很尊敬 而且常常要她幫忙什麼 她也都很樂意 老師表示 兩名學生在學校 雖然學習較差 但是人際關係良好 可能跟網友有借貸關係 在校外網咖交友複雜 才會發生不幸 專案小組重新檢視兩名少女的屍體 確認兩人都是被兇手以雙手掐死 而且兇手的力道很大 導致死者氣管軟骨破裂相當罕見 警方因此研判 兇手可能身材高大恐無有力 而且兩名少女的雙手都有淤血痕跡 研判兇手至少有兩個人 一個人掐住喉嚨 另外一個人在旁幫胸 令人驚訝的是 警方掌握的殺人兇手 很可能就是 陳姓少女的男朋友 因為少女父親認識後 立即向警方表示 陳姓少女曾跟男友偷藏禁國 兩家人為此槓上了法院 由於害怕打草金蛇 所以面對媒體才一律否認 警方根據這重要線索追查 不到一天時間就順利待人 警方戒護下 頭戴全罩是安全帽 身材為胖 今年才二十郎當的郭綠佑 被移送法辦 面罩下的年輕人面貌憨厚 卻生氣兩條人命 冷血凶殘令人不可置信 四名共犯其中還有一個 是第三性公關 晚間在文藍山區被警方逮捕 五個男人對付兩個小女生 連當時一同赴約的 十三歲小學妹也不放過 怕被鬼魂報復 還將死者的衣服脫個金光 將屍體以機車三貼載運丟棄 每個人都有下手 初步是這樣 就是用外套悶人 用外套悶人 悶死人 還有一個用石頭 用石頭打前鵝 死者對他提取告訴 讓他金錢上還有父母 遭受損失很難堪 出不了解 可能是心聲不滿 而免殺雞 警方第一次來到郭綠佑家 媽媽還謊稱兒子 在台北工作根本就不在家 但警方察覺 明明就還有曬兒子的衣服 進一步搜索 在洗衣機裡果然發現 郭綠佑的褲子 上頭還沾了血 口袋裡有超商發票 釣魚監視器發現 居然是媽媽帶著這群殺人兇手 在超商大肆採購食物跟日用品 疑似要幫助他們去避風頭 郭綠佑最後悄悄回家 立刻被警方逮住 最後坦承犯案 只不過另外四名共犯筆錄疑問 警方再度大吃一驚 這件案子居然還有幕後藏進人 來 到裡面 到裡面 別到裡面 別到裡面 媽媽 媽媽 你為什麼有參與是不是 有媽媽 背著鏡頭 穿著綠色外套的就是郭姓祖賢 他的母親也被傳喚到警局 長髮戴眼鏡的這位婦人林立兒 也就是這起雙失命案的主持者 怎麼去下手 怎麼去 把他們去屍 這個四圈都有四圈的車廂 把這個衣服脫掉 就是要混淆 偏離我們偵辦的過程 在那裡敲敲敲 敲到三張統一發表 結果就是在11號 剛才五點半的統一發表三圈 買一些泡麵罐頭 泡麵罐頭 可能就是做完 做完之後準備要去照一遍 被搜出的三張發票 購買日期剛好是命案當天 購買的項目包括乾糧和飲用水 所以總共買了三千多塊錢 而這些糧食是母子為了逃亡所準備的 結果這三張發票 成了裸失命案的破案關鍵 警方帶兩名嫌犯來到南濱出海口 尋找死者的衣物和行蹤血衣 地上還留有大片乾掉了血跡 嫌犯用手指著棄屍的地點 不過證物已被丟棄到海裡 你們就站在這邊 往海裡面這樣救他 對 血衣心也都刮好了 走過來 這媽媽也知道 你媽媽全程在意 全程在意 另一頭警方帶蔡姓男子 前往命案現場 進行地產室搜索 蔡姓男子蹲在防波堤上 不斷顫抖 雙手不停摩擦 她表情相當驚恐 就是用這塊石頭 嫌犯砸兩名少女的頭部 然後用手惹死一人 並用衣物塞住一人的口部 造成窒息死亡 兩位的致命傷都在猴頭 第一位她是有窒息的現象 窒息死亡的現象 第二位也是猴頭 有明顯的嚴重的出血 做的事太拆命了 我要求六個鄉手 我女兒要出兵一天 來把我們念心 隨著更多的政務出現 兩名少女知死的過程 也越來越清晰 居然是林立兒擔心寶貝兒子 背上妨礙性自主前科 策劃了整起殺人計劃 當中尤其是棄師執行的部分 更是讓人寒毛直樹 母親鎖使兒子殺人 還分配各項任務 首先她要兒子和她的朋友 把誠信少女兩個人 約到網咖來談判 還提供政經濟給兒子 要她在飲料中下藥 將兩個人迷婚 但是當時少女有警覺 並沒有喝下飲料 這也在母親的盤算當中 昏迷不成 接著要兒子把兩名少女 約到防訓錄上談判 談判破裂就用衣物捂住二女的口鼻 並且拿十塊重擊少女的頭部 行凶將兩人勒逼後 林立娥還分配氣勢任務 五個人分別搭乘三輛機車 由林立娥擔任前導找路 另外兩輛將死者夾在中間 以三貼的方式載到水源大橋上 林立娥指揮兒子和其他的共犯 把兩個人的衣服脫光 一方面是民間有傳說 這樣可以防止死者復仇 另一方面是為了營造成性侵害命案現場 誤導偵辦方向 犯案後林立娥還帶兒子藏匿山州 如果去逃亡 如果去躲藏在山區 也預備了食物 最少五天以上的食物 誰能想像得到 一個平凡家庭主婦 會是連續殺人案的主謀 林立娥細心道 甚至還有勤前教育 就生怕這些年輕人弄錯一步 被警方逮到 甚至犯案後 還給四名共犯安眠藥 吩咐如果被警察抓到 就直接吞下去尋短 目的就是 不能讓他的寶貝兒子 成為階下囚 原本應該是兩小無猜的親密愛人 卻因為還才十六歲的 成姓小女友 偷腸禁果發生關係 被對方父親一撞告上法庭 郭律又付了十萬元要和解 沒想到還是被檢察官 以妨礙性自主起訴 不滿陪了夫人又折兵 就這麼狠心氣殺雞 你說議員不一定很乖 對啊 是人 是人 我怎麼知道 怎麼知道怎麼是人 今年二十一歲的郭熙男子 犯下大錯後 他的父親始終不敢相信 他說孩子平常很乖 這次會犯下滔天大罪 全是因為誠性少女的父母苦苦相逼 才讓自己的兒子情緒失控 成為雙屍命案的兇手 兒子殺的人 卻好像是對方的錯 為什麼一對情侶發生性關係 最後卻演變成男方母親 千方百計的要除掉女孩子呢 原來林立兒四處標會 求了十萬元 希望能和解撤掉性侵官司 卻還是收到法院傳票 懷疑成家社局要坑他的錢 郭熙男子的父親說 兒子實在太衝動 和成訊少女交往期間 成訊少女曾經來家裡兩三次 結果就被對方控告性侵害 雙方還以十萬元達成和解 對方說沒有和解 對 他說要拿十萬元 我就去標一天給他 拿十萬元 拿十萬元 對啊 標一天給他 拿十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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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才會一併殺害 這些幻賢都是郭璇的朋友 他是利用 這些幻賢人也很支持 很同情郭璇的遭遇 所以全部 基於幫助的心態 另外死者的父親也表示 郭信嫌犯說他是因為不滿 在性侵官司中 給了錢還被傳喚 才奉而殺害兩女 但他從沒付過十萬元 人來擺平官司 認為這根本是脫罪支持 林立娥因為自己法律認知不足 又怕家醜張揚 不敢去詢問 反而聽信不實的傳言 有個少女只要死亡 這場官司就能結束 但就如開場所說的 反而性自主屬於公訴罪 一程法官認為六名嫌犯 事前共同連續殺人 痛逼他們手段兇殘 人性泯滅 但犯後態度尚称良好 沒有處以急刑之必要 全部判處 無期徒刑 我還要她折磨 折磨這兩個都要死刑 所以無期我不會說 事隔快半年 成性少女的父親 還是常常看著 從前全家人一起出遊的照片 或是錄影帶 撕裂女兒的心情易於言表 但是對於這一次的判決 還是沒有辦法接受 成性少女的房間 一切擺設都維持她生前的 模樣 桌上還有她和李姓少女 生前親密的大頭貼 陳媽媽常到女兒的房間 就是因為太過想念 還曾經夢見過女兒 這邊一半被打爛掉 耳環就在現場 她很像一直要我去找這個耳環回來 這個耳環就是在命案現場找到的 陳少女和李姓少女 原本一個人保有一個耳環 象徵堅定的友誼 就是講說她沒有辦法報仇了 這樣子 她說她是在那個裡面 無法出來報仇了 這樣她叫我說不要傷心不要哭 一場悲劇讓兩個家庭同時愛女 將來無法效養父母 法院衡量被告經濟能力 判決郭賢等共犯 必須要賠償死者家屬 總計1159萬元 判再多的錢也未必能拿到 不過林立兒將不動產變賣 也當庭對被害家屬下跪道歉 被法官認為態度良好 而共犯中有兩人 因為智能障礙 跟性別認同等混合性障礙 更審中被改判有期徒刑20年 其餘人維持無期徒刑 2008年10月12日 最高院駁回上訴三審定驗 法官是破案的 這條錢不知道 路邊不知道能拿到 還不知道 法官怎麼破 我們家長也沒有什麼話好講 也只好這樣子接受 慘案已過了三年 說起慘遭男友殺害的女兒 父親還是相當的難過 甚至只要翻開女兒的照片 就一陣鼻酸 這件事很惡心的情形 對嗎 大概都破了死人 不過檢查看高雲宴的法官 現在就不死人了 以上就是今天的故事 父母對子女的教育 一旦寵過頭 再乖的孩子 都有可能犯下大錯 正確的教育方法 應該是要陪著孩子 一起攜手面對錯誤 您認同嗎 歡迎在底下留言一起討論 就讓老子儀工商實踐一下 紓壓飲品墨墨水 有紓壓元素茶氨酸 還添加Gaba 羊柑橘萃取物 低熱量好吸收能幫助入睡 現在輸入老子儀推薦代碼 CTI527就能獲得之後 上快能夠網站 還能有更多優惠喔 請繼續支持我們 我是老子儀 我們下次見 網網水繩微酸性電解次第酸水 它能夠真的幫助你做好環境 跟物品的興銷 那像我們中天呢 全天攝影棚呢 都是不停的以水繩霧化器 來噴這個水繩 保持整個空氣的安全 那隨時噴的話呢 水繩隨手噴這個部分也非常適合 去哪裡買呢 都可以到快點GO